美国大学生在校园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想法 这些想法会挑战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 但学校的神职人员说 许多年轻人仍然坚信宗教 美国南加州大学印度教学生会的拉甲说 印度学生正在利用宗教节日 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和文化 和校园里其他团体接触和对话 同时还增强我们社区的凝聚力 让大家走到一起 在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大学里 学生们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也欢迎包括穆斯林在内的 越来越多的非天主教徒入读学校 在斯坦福大学主管宗教生活的主任 斯科迪·麦克伦南也观察到 一个新的开放空间 我认为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是学生真正开始学会如何跨越传统 聆听他人 学生们在彼此接触 彼此聆听的过程中产生共鸣 一些大学生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传统习俗 而另一些学生就不像以前那样 循规蹈矩了 但很多人仍然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和传统文化 向穆斯林学生提供辅导的耶鲁大学穆斯林生活协调员 奥马尔·巴吉瓦说 许多学生对宗教信仰的角色提出了疑问 现在社会不但宗教性越来越强 世俗主义也越来越强 踩到哪条线就会出问题 矛盾在哪里 可以对话的主题有哪些 我觉得各方都提出了同样问题 斯坦福大学主管宗教生活的高级副主任 拉比帕特里克·卡林·诺伊曼说 在课堂上和不同背景的学生进行讨论 对学生本身的信仰是一个挑战 我思考的问题是提出疑问 到底会让学生放弃信仰还是深化信仰 我的经验是在与他人对话之后 或与他人接触中宣誓自己传统宗教的人 往往更加珍惜自己的信仰 美国西北大学的学校穆斯林副教士 塔赫拉·埃哈迈德说 跨宗教服务项目和社群对话 让全国各地学校的学生走到一起 我在大学校眼里看到的是 来自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青年学生走到一起 不一定要隐瞒自己的信仰 但是也不会大使张扬 而是找到平衡 好比说这就是我 我是穆斯林 我是基督徒 我是犹太人 我们都走到一起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些大学的深知人员说 学生们通过和其他信仰的同学 相互学习和接触 让自己的信仰也变得更加的成熟 美国日音记者奥沙利文 洛杉矶报道